新一輪的馬貴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裡夠猴的 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 和大家分析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 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問題 還等什麼 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各位油管網 YouTube的信託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 11月16日 昨天就爆了頭 因為出延門 自己也有少少黑話冷門的 他們就沒有出延門 所以就罰自己今天就要做一隻 做起的料 有蟲食 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 星期日 中銀理財 中銀銀行的 是 賽馬日 當然 有些馬會盃 有些 兩三場的G2 十一場馬 其實其中有五場 就少過十隻馬跑的 特別在第九場 只有五隻馬 基本上 走回來也有獎金 所以其實這個星期日的起碼 我相信那個投注額會繼續下跌 因為 好像七八九場 這些 不太吸引馬迷去買的 好了 未分析一下大拆的馬之前 大家 慈能線 麻煩你 給建設性的留言 讚 還有訂閱 我們現在的人數已經非常接近一萬了 如果是到一萬的話 我就立即會在接下來的星期日 很勤力地找一隻 就不是聰明飛彈 聰明會贏的馬給大家 好 入正題 第一場 手錶之星 整隻馬的出腳 和四肢很漂亮 這隻馬 都像他那個血統裡面 指字裡面那隻描算達人的 很收場 成績都不錯 在香港 楊明倫跟他摸好了之後 就交回給大拆 做了兩個集都做得很好 那些都是一些高班馬集來的 這些馬要值得留意一下 第二場 同舟共濟 在深入城轉過去 出兩場 兩場都有位置的 而這隻馬 跑千八 麥道朗 前季來香港 都入過Q書 給那些 當時都很好 fit的 脆寒的健康快驅 那這些馬都已經接近了 而且 最近做多個泥閘 彈完大閘才出來 好像 很有決心 第三場 就是這隻精算暴雪 上季尾一出 差點贏了 時間也非常好 現在133天沒有出 怕不怕? 當然不怕 你想想 這隻馬初初來香港 從訓練 到第一次出 是不是都差不多 在說 百多天 他一下去都懂得跑 那這些馬 就算他再是這樣 休息一輪出來 應該不是問題 那也都看 我們都要信馬會 看他所有的傷命報告 一些事都沒有的 也都做了幾個集 不過就奇怪 最後一集 潘頓武馬 做泥閘的 但是呢 就給了田泰安幫他試 那 只要是那個檔位差一點 那但是就 我猜這隻馬都非常有實力 威力奔騰 那這些馬就不用說了 就是非常之那麼忠心 如果不是曾經這隻馬腳 有出過小事 那些馬根本 我相信是一隻吸制馬 無容置疑 一出來跑四場贏四場 潘明輝也贏 你說多重要 那但是呢 你想一下 他跑一場 又第二 又加幾分 再跑一場 又第二 又加幾分 那這個呢 就對他來說 由一百二十四分起標 加下加下 變成一百三十磅 那這個就是有少少 就是憂慮 還有排了大外檔 那九隻馬排在外檔 那你說怕不怕 當然不怕 讓榜是不是很多 其實都不算多 因為 因為 最後第九號 那隻幸運如見 你其實 他都在講 讓他十磅 他真的要讓 其實是讓 六七八九 這幾隻馬 分別 最多都是讓到十磅 所以我覺得 這些馬 依然是有競爭力的 那這場馬 你有些馬 基本上可以這樣畫了 你已經是王志宏的這隻英雄豪傑 我相信 在這麼多高手 和這些高班馬場合 大家都不會 在這些高班馬上會出錯 實際上可能只有八隻馬 第五場 潘頓沒有馬出 第六場 都靈福星 在這隻馬來講 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菊草比賽 雖然最近都贏了 但是打到哪些都斷了 才贏到天人合一 那能力是不是很高 在菊草來講 可以說是高 他又奇怪 那些安平呢 潘頓又不劇 被喊到罵 那現在是不是 真的好像有些傳聞覺得 蔡若翰有些馬 已經 不是很想 首選給潘頓呢 這個大家都可以 給些時間慢慢引證 那其他這場馬 其實都有很多馬 都非常兇的 那第七場呢 只有七隻馬跑 這個大家要小心 這個就不是上次那些 是讓榜 這個是平榜 平榜 我真的想看你用什麼口去輸 你讓最輕的那隻 都是讓得到五磅 那其他那些馬呢 其實根本就是 蝕榜給你的 我相信這些走回來的啦 第八場 永遠美麗 沒有了一個稅拳啦 加州星球 只有幾隻馬跑 那但是加州星球 啊 馬主的家有百事 那會不會贏一場馬來衝起呢 在我幾十年在馬圈的 就是經驗呢 真的我都好沒有 我都好沒有說 怎麼特別聽過 如果馬主的家有百事 他就贏一場馬出來 就是衝起的 好少好少 所以這場馬又變數 第九場呢 就知足常樂 那那 上次 初出的時候 哇 做那些雞粉集 騙到個個 爛爛聲 那嘛 跟著當然是輸啦 而但是輸回來 都是輸四分三十位 那而這隻馬呢 二千呢 潘頓跑呢 是 贏得很清脆利落的 那但是也有隻馬王在那裡 掌王 嘩 都 不容易 那這場馬 那就要跑到 相信真的要 AA級的 走位才行 第十場 著燈 上次排十一檔 佛線觸塵很正常啦 那其實一直以來呢 就是 蔡明少呢 根本都是 潘頓的旗下一個 Test Jockey來的 你很多時候 你見早幾季都是的 你會發覺 為什麼很多 蔡明少的馬跑員 近了就潘頓 近了潘頓 其實等於現在 楊明倫的角色啦 等於以前 潘明輝的角色啦 是不是 那現在呢 就 有些角色上的轉叛 但是呢 蔡明少的角色 是沒有了怎麼變的 那這馬上一次都 之前那個 都跑得非常好的馬 也都到了的狀態 那看一下 換了潘頓下去 啊 相信賠率 就當然一定會 啊 熱一點的了 那但是 綁呢依然是 哎 好像外面那樣說 很有誠意啊 一百二十磅啊 那看一下潘頓 怎樣演繹這一隻 著燈了 十一場沒有馬跑的 那 總共他就跑九隻馬 跑九 那但是這九隻馬 他又沒有機會 可以 拿到騎士王了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呢 也都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和收睇 各位 明晚 YouTube 十點鐘直播 再見 新一輪的馬跪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裡夠猴的 馬上加入我們 沈國城賽馬 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兩位 直接配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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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